好 那下午呢 咱们对于算法来说 就排序算法 现在就剩下一个规定算法了 咱们把规定算法来看一下 那规定算法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思路呢 现在还是有这样的一个序列 然后按照规定算法来说的话 它是把整个序列进行拆分 把整个序列进行一下拆分 看一下 在一开始的时候呢 还按照对半的来分 分为两个部分 左边一部分 右边的一部分 这是第一次拆分 然后紧接着的话 我对它的这两边这部分再次进行拆 左边的部分 看一下 再往下拆 拆的话 又拆成两个部分 对于右边的同样 也需要对它进行一下拆分 再拆分成两个部分 好 拆成这个样子还没有到头 我紧接着对这一部分再次往下拆 拆到什么程度 拆到每一个子的部分只有一个元素 全部分开 全部分开之后的话 这算是已经拆到头了 拆到头的话 就开始进行合并了 合并 那合并的时候怎么来合并呢 来看一下 54跟26是属于这一个部分拆出来的吧 那我好 对它拆到这个情况进行合并 合并的时候就是采用小的在前又大的在后 也就是说现在只有两部分 54跟26 那谁小呢 是不是26小啊 所以我开始合并了 开始合并 也就是说合并的时候一个一个的来 看一下 54跟26 26 26小 54在后 这是对它合并之后的一个结果 合并之后与上面这块进行对应 紧接着再看 93跟17拆出来的应该是93跟17了 然后对它进行这两个进行合并 合并的时候 小的在前 大的在后 再往后看 77跟31把他们两个再合一下 那小的在前 大的在后 然后44跟55 现在就是小的在前 大的在后 对吧 这是我从上往下拆 拆到头 拆到极限的情况下 每单个是一个部分 然后再往上合 两两的往上合 这是第一次合并的过程 那紧接着我现在是整个序列变成四个部分了 那我需要再往上合了 把这一部分进行合并 把它合并 合并的时候再看一下 仍然按照小的在前 大的在后 但是这时候现在是不是相当于每一个堆列当中都有两个元素啊 对吧 所以那这时候需要借助一个标志 标志被删掉了 我们需要借助两个标志 一个指的是左边这部分 我们把它叫做左边吧 一个指的是右边的 合并的时候采用的方式是对于左边这部分有一个游标 右边的部分有一个标 然后首先的是进行的对于两个指向的进行筛 现在谁小是右边这部分小吧 好那紧接着我把17拿到前面来 然后右边这步往后移一下 一过来之后的话 再看两个指向的谁小 是左边的26指的小吧 好那把26拿过来 然后再紧接着把这个游标往后移一下 现在再看谁小 赖了指的小吧 所以54拿过来 紧接着再看这边是不是已经没了 没了之后就把右边剩下的统一拿过来 这时候看一下 采用这种方式是不是就能够把两个上面的26 541793这样的两个序列合并成一个呀 合并之后就是按照有序的了吧 那好采用右边采用相同的方式去 同样对于这样的两部分分别有两个指针指着 然后先看了 Live的指的小还是Rive的指的小 Live的小吧 好拿过来 紧接着Live的往后移一个 这时候再看他们两指向的谁小 44小吧 44小拿过来 然后把Rive再往后移 这时候再看 他们两个谁小 55小吧 拿过来 这边右边的已经没了之后 把左边剩下的全部 合并到对位 这时候来看一下 这就是已经合并之后的结果了吧 看一下 这就是合并之后的结果 合并之前 是这样的两个部分 这是合并之后的 然后现在对于整个序列来说 是不是只有两个部分了 那我们还按照相同的方式 把这个两部分 再采 再采用 合并 刚才所说的 合并向法 把它合到一起去 再把它合到一起去 那这时候 来看一下 左边跟右边 采用相同的方式 现在左边指的小吧 所以17拿过来 然后再看 17有了之后 把Live的往后移 26跟31 26小 26拿过来 然后这个指针再往后移 移过来之后 发现右边的指的小 那把31拿过来 右边的指针往后去移 移过来之后 还发现右边的小 那这个44拿过来 右边的往后移 这时候再看 左边的54小 把54拿过来 然后 左边的指针移到93 再看右边的部分 55比它小 拿过来 指针往后移 发现77还小 再把它拿过来 这时候右边的指针 是不是指的没了 所以把最后 左边的93拿过来 看一下 采用这样的算法之后 这两部分 是不是也合并成一个了 合并成一个之后 那看一下 我们拿到的这个东西 是不是就是一个 有序的序列了 对吧 这就是规并算法的 一个思想 也就是说 先把整个序列 从头开始往下拆 往下拆 一直拆到 只有一个元素的时候 紧接着开始 给它合并了 把两个部分 合并到一起 两个部分 合并到一起 然后采用这样的 一次合并之后 那也就是一开始 分成八个 合并一次 变成四组 然后紧接着 再合并一次 变成两组 再合并 是不是又回成一个了 这就叫做规并法 规并排序 这是它的一个思想 看一下 基数个是吗 那基数个的方式 也是一样的 我只是说 基数个的话 右边是不会多一个 那我多一个的话 看一下 这比如说是56 那紧接着 我分的时候 只不过是有一组多 有一组少吧 那我在合并的时候 再看一下 我把它在合并的时候 77 31 那我后面的话 如果是多一个 采用这样的方式 这组是不是多一个 多一个的话 紧接着 我在对它进行 往下分的时候 44 好 和55 56 这是分一组吧 那紧接着看一下 这是不是没拆到头啊 没拆到头 那我就相当于 会多出来一层 就相当于我把底下 这一部分往下放 拆的时候 对于55 56 还要再往下拆 把它拆分成两个 拆分成这样一个情况 那这时候 底下的new game 每一个都分散开了 所以我在合并的时候 也是先把他们两个 合并 合并到一起 55 56 紧接着 再把55 56的话 跟44往外一起合 也就是说 你这个拆的是 从哪部分拆过来的 我合的时候 也是把它合并到 相同的一组去 对吧 它是采用这样的方式 基数个也是能够达到的 看一下左边的这个动图 这是一开始的序列 然后看着 分成两组 再分成每一个 都往外分 然后再往上分 分完了之后 两两进行合并 5在前 6在后 13在合并 1在前 3在后 78在合并 7在前 8在后 24就是当前的序列 这是第一次合并 然后紧接着 再把这四组再合 1 5 13 5 6 右面的也是先看 比较7和2 谁小 2小 2在前 再紧接着7跟4 4小 4在前 剩下7 8 全部拿过来 这是第二次合并 紧接着 把剩下的这两组再合 比较 从头取 1小 2在前 1 2在后 3 4 然后5跟7比较 5在前 7在后 6 7 8 就是采用刚才我们所说的这样的一个合并过程 这是规定排序 它的一个思路是有的吧 有了之后我们就开始把它落实到代码当中 那在代码当中咱们怎么来写呢 对于规定排序来说的话 我们仍然要用到地规 还是用地规去实现 好 那看一下 我们先描述一下 再去进行规定排序的时候 一开始我是不是要对它进行拆分呢 对吧 一开始是要拆分 拆分是咱们做的第一步 所以我们在代码当中就先把拆分这部分给它写出来 怎么来拆呢 先看一下 求一下长度 lens a list这是n吧 我们拆的时候是不按照对半来分的 对吧 按照对半来分 那我们就要看一下 对半分之后的情况下 这两个列表会变成什么样的 一个是 看一下 如果说有一个中间的mid 它是对n折瓣了 折瓣之后 这个mid 也就mid它代表的是中间的那个的做下标吧 对吧 想一下 mid对n除以2之后所带来的mid是不是就中间那个位置的下标啊 对吧 然后这时候我们看它会把列表分成两部分 你一个部分是a list从头开始一直到mid这一位 然后另外的一个列表会变为从mid的开始一直到最后吧 看一下这样写没有问题吧 因为切片的时候上面这部分是不是不会去取取mid的这个值 而下面会把mid的包含进来吧 所以也就是说所有元素全部包含在这两个列表当中了 这时候的话看一下mid的等于n除以2 分成了两个部分 两个部分代表的是七八行这两个列表 那我紧接着是对这两个列表还要再进行往下拆分吧 对吧 所以那我再拆分的话 more sort 我调用我自身 到目前为止 这一部分还是执行的拆分过程吧 你想按照往按照这样子往下去做的话 拆分到最极限 我是不是得给一个递归的退出条件呢 对吧 那什么时候不再拆了呢 什么时候不再往下拆了呢 如果说拆了这个lens的情况下 对他再拆 结果发现n等于1 是不是只有一个元素的时候就不能再往下拆了 也就是说 如果n 如果n是小一等于1的情况下 那么我可以直接返回 对吧 如果n小一等于1 也就是n就等于1的 那这时候不会再往下拆了 看一下 写来的这几行代码是否完成了拆分的过程 拆分之后我要做的就应该是两两合并了吧 对吧 需要做的是两两合并了 那这时候再来看一下 紧接着合并的话 怎么来写这个合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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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看一下 我在第一次 看一下 我第一次去调用末日sauce的时候 n是整个长度吧 n是整个长度 然后我紧接着对分出来的两部分 前面一部分跟后面一部分 是不是分别调用了我自身的这个规定算法 末日sauce啊 对吧 调用这样的算法吧 那你想看一下 我在最一开始是整个序列 对整个序列按照中间的那个部分 按n除以2之后 我现在是不是分成这样的一个两组了 对吧 现在先把这基础教去掉 看一下 这样方式 好看一点 一开始 我相当于对于我的第一次调用末日sauce 调用的是整个这个序列吧 调用的整个序列会把它分成两部分 前面一部分 后面一部分 对吧 然后紧接着 我是不是在函数当中 对左面这部分又调用一个末日sauce啊 对吧 也就是说对他左边的这一部分 再调用一个末日sauce 对右边的这个序列 我仍然也调用一个末日sauce吧 对吧 看一下 撑开出来的Alist从头到中间的元素 调用了一下末日sauce的本身 也就是对这一部分调用了一下 龟柄 又对mid往后的右边这部分 也调用了一下末日sauce的 这点没问题吧 好 那紧接着再来看 我们就不再往下深入 不往下深入的时候 也就是说中间这一个部分 我们现在不去深入了解 不去了解一下 那看一下什么情况呢 看一下这个末的这个函数 我们最终再去写的时候 也就是说我九行十行这个函数 需不需要有一个返回值 如果有一个返回值 我们可以怎么做 好 那我们把中间这一部分找一个颜色 给它标示出来 这一部分现在给它覆盖掉 不看 也就是说这一部分实际上还会对它再往下拆吧 拆的这过程我们就不管了 就看第一次最外层的签套 调用好之后分成这两部分 分成这两部分之后的话 先看在分的时候 我这时候跟上午我们写快速排序的时候 这个算法传进来的参数是不是不同的 上午我是不是把自身给传进去了 让我的快排整个在我本身上面操作吧 而对于我的规定排序来说呢 规定排序我们会给它传入的是一个新的列表 也就是说会传进来一个新的这个切片 返回的那个新的部分了 也就是说那除了这个东西 我再调用的时候就跟我给大家画的一个样子 不是直接把上面分成了两个部分 而是切片之后形成了两个新的子序列 对它在进行默示扫调 进行进行规定盘序 好那紧接着再看 经过中间的这一个部分来说之后 是经过往下拆 拆到底再合对吧 那合到之后看一下 合到这一个级别的时候 合到这一个级别的时候 我们可不可以把拿到的这样的一个序列 是认为跟他对等的这一级欠套的一个返回值呢 看一下 现在我们就规定 莫指扫的这个函数在执行规定排序的时候 他会把排序好的东西作为一个新的列表 给我们返回 那也就是说我对于第十九行在去调用的时候 有一个left的部分用来接收 对右边的部分也有一个right的部分进行接收 注意这时候的left代表的是 采用规定排序后形成的 有序的 有序的 新的 新的列表 那么 这个right也是一样 只不过它代表的是 不论中间我在合并的时候怎么合并 对于这个函数的话 我现在是作用到左边这部分了 那这个函数最终返回来的 就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有序的部分 说到这现在能跟得上吧 不管中间的过程怎么来 也就是说我从下对它进行规定排序 那紧接着按照排序的算法来说 分成了两个新的子的列表 我在新的对新的子的列表 执行我的墨子扫子之后 这个墨子扫子会给我返回来一个 对这一部分所形成的有序的子系列 对右边这部分仍然按照有序的子系列吧 那紧接着你看也就是说这时候 我对于left拿到的是不是就这个四个有序的 对于我right来说拿到就这部分有序的吧 那这时候紧接着我叫做的就应该是把left跟right合并到一起吧 对吧 所以也就是说我在这个里面紧接着就要做的是合并了 墨儿子把left的部分跟right的部分进行一下合并吧 这是我们要做的 将两个有序的子序列 合并为一个新的整体 那也就是说我现在拿到了这是左半部分left 这是右边部分right 我需要把它合并成一个整体了 合并成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对吧 那紧接着来看一下我在这个时候的话 假使说我们已经拿到了lab跟right 那我在合并的时候执行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去进行合并呢 lab跟right有了 我现在要在这个地方进行合并了 合并的时候我们说过 对于两个子序列来说 是不是需要有两个游标来进行辅助啊 对吧 我们那个游标哪里 有两个游标 一个指向右边的部分 一个指向左边的部分 那好 那这时候我就要做了 有两个游标 lab跟right代表的是列表 那我紧接着 我们写清楚点 lab代表的是左边的部分列表 right代表的是右边的部分列表 然后紧接着 还有一个lab 写清楚点 那就是point point 左边的指针和右边的 p o i n t r 右边的指针 一上来的话 应该都去指向两个子序列的第一个元素吧 所以他的两个值是零和零 我们给他指向好 紧接着的话 我就要去开始比较两个指向的元素 并且给他形成一个新的列表吧 那要注意 我们刚说了 合并的时候 看一下 合并的这末日soul 最后反过来的是不是一个新的列表啊 我们跟大家说了新的列表了吧 那也就是说 对于这一集调用的话 我们自己在调用的时候 同样也是需要返回来一个新的列表 用来接收结果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 result 建一个新的列表 用来存放合并的结果值 然后紧接着就要开始做判断了 做判断 如果说 看一下 如果 我们拿到的这个列表当中的left 左边部分的 就是跟着他的指针 left的pointer 左边列表的left pointer指向的部分 和右边的 列表的右边指针 左边的列表 左边指针 跟右边列表的右边指针 他们两个指标的元素 如果说 看一下 如果说 左边的小于右边的 那代表是左边的这个值小吧 那我应该是不是把 小的这个值追加到我的新的列表当中啊 那也就是说 如果17比31小 那我对于底下这个列表来说的话 我现在应该去把17拿到我的一个新的列表当中 把17拿过来 那这时候我们就相当于需要把 result.open的 需要把左边列表的 所指向的pointer 指向的这部分 添加到我新的结果期当中吧 然后 如果说 另外的一种情况 另外的一种情况的话 也就是包含左边的如果比右边的大 或者两个相等 elif 那我去把右边的这部分追加进来 是不是可以啊 right 列表的 right 这边的指针 好 那这时候 关于两部分执行的时候 看一下 如果左边的小 左边拿过来 如果右边的小 右边拿过来 拿过来之后的话 我是不是得需要去移动这个指针了 那也就是说 如果左边的小 把左边的拿进来之后 我左边的 是不是得往后移动一个 对吧 右边的小的话 右边的追加到re造当中 那我紧接着对应的右边的指针 是不是也得往下 往后移一个 对吧 这时候 看一下 这个过程 是不是也得有一个循环来控制 最终的话 我需要让这两个指针 其中的任何一个走到头 都代表我这里边的循环过程是结束的吧 所以我这里面有一个循环来控制 这样的一个比较的过程 这是合并的部分 需要有一个循环来控制 看一下 这时候 从左往后走 然后26小26拿过来 指针后移 这代表的是 把左边的这部分追加进去 left pointer加等1吧 再看 再比较 比较之后的话 右边的这个小 那就是相当于 右边的小 把右边的 放到结果集当中 右边的指针向后移位吧 他也移位 经过这样的操作之后 又是右边的小 然后左边的小 紧接着右边的小 然后再是右边的小 这时候的话 看一下 右边指针指向的 是不是已经没有东西了 这时候代表我这两个过程 也就是说循环体当中的 if跟edif之间 是不是已经完成了 循环的话 这就代表我应该从21行 这个while循环退出来吧 那你想 这时候这个条件 应该怎么来写呢 应该怎么来写呢 也就是说 每一个指针都走到最后 是不是就代表结束了 如果说left指针 它大于 只要是说 它在小于 最后一个元素 那个里面 是不是就可以 也就是说 它小于left 这个列表的长度 那我认为 left pointer 也就是左边的指针 是不是还没有走到头啊 想一下 当它走到头的时候 left pointer 应该指向的是 左边的这长度减一吧 对吧 走到左边长度减一之后 我还对它进行判断 判断完之后 左边指针 加等一的时候 那这个left pointer 是不是就等于这个长度了 等于长度 相当于我越界的吧 就不会不再往下执行了吧 这是它的条件 好 那相等的 如果左边的话 没有越界 右边的同理 也去小于 它右边 所去操作的 这个列表的时候 它也没有越界 我这两个部分 是不是才能够进行啊 两个都没有界吧 然后 当我从循环体退出来的时候 就意味着 当中的某一个指针 肯定是指到头了 也就是说 它去取的这个列表 是不是已经取光了 取光的话 那我就应该把剩下的 那个列表的 所有的部分 是不是都得追加进来啊 对吧 那也就是说 走出循环之后的话 我应该去让我的 result 这个集合 去跟谁呢 去跟你 left 当中 剩下的那一部分 还有 还有 result 加等于 right 这个列表当中 剩余的那部分 那剩余的部分 怎么来写呢 是不是由标所指的 往后的部分 就代表是剩余的部分了 所以看一下 我把直接 把 left pointer 往后 一直取到最后 这也是 right pointer 一直取到最后 那你想 我写一样的 这样写了这两句话的话 无论左边的列表走到头 还是右边的列表走到头 这29行跟30行 这两句话 是不是都能够处理得了了 想一下 假如说 左边的列表已经走到头 也就意味着是说 left pointer 这时候的值应该是谁 应该是n吧 已经超过n减一了吧 那是n的情况下 对于这样的列表 采用分片来说 它返回的是什么东西 会不会报错 会报错吗 看 我们把它 放 拿过来 也就是说 看一下 现在有一个列表是 123 这是有三个元素吧 那最后一个元素 它所对应的应该是 012吧 对吧 那你想 这时候对于上面这个条件 我再去走 再去走 走到最后的时候 退出来这个条件的话 那当前的游标 应该是等于几呢 对这个来说 012 然后2 我也在循环体当中判断完一次加等于之 大家等于一之后 这个游标是指向了列表的最尾部超线的吧 那它应该去指向0123吧 指向三位置吧 那我相当于看一下 我还对它进行这样的操作 相当于是从三往后取吧 取到最后 你认为如果超线 对它进行操 切片操作 会报错是吗 看一下 它返回来的是什么 是不是就一个空列表啊 那空列表 我往上追加 是不是也可以操作呀 那我对于右边的呢 30行的话 如果现在来说 是左边的超界 那也就意味着 右边的没有取光吧 右边的没有取光 我把右边游标 所指向的 一直到最后 它应该也是一个 切片之后的列表吧 给我追加到 随造的那种了吧 那你想 我们现在所说的 给大家举的案例 是左边走到头的 如果按照右边 走到头了呢 这两句话 是不是一样的道理 只不过底下这部分 切片的时候 是一个空的 上面是把左边 这列表的剩余部分 给追加上去吧 所以我们用29行 30行这两句话 就可以把无论 是你左边走到头 还是右边走到头 这两种情况 是不是都包含在内了 对吧 那好 那这时候有了 这就代表 咱们最终合并之后的 这个结果 合并之后的这个结果 紧接着来看一下 合并之后有了 想一下 我们是不是应该把 合并之后的列表 给返回去呢 因为我们现在操作的 这个result 是不是已经一个 新的列表了 对吧 已经不是在原有的 列表上操作了 而是一个新的了 那我是不是应该把 这个新的排序过之后的 这个结果返回去呢 也就意思是说 我排序之后 拿到的底下 这个有序的列表 已经不是原有的 那个列表了 它是一个新的对象了 我就应该把新的 这个有序排序的之后 得返回去吧 所以在最后 result 应该有一个 把result这个值 给它返回去 返回去之后 那你再看一下 那你再看一下 我在上面进行 调用自身的时候 我们说让大家 一开始的时候 不去关注这一部分 不去关注它 那你现在回过头来 再关注它 这一部分 是不是肯定有返回值啊 这个函数 因为我们在后面的代码当中 想一下 它去执行的 marsult 是不是就我函数自身的 我函数自身 最终是不是得有一个 返回值result 对吧 那也就是这result 我们也说了 就是排序 合并排序之后的结果吧 那也就意味着说 我对左边的这一部分 调用我函数自身来说 是不是肯定会拿到一个有序的子列表 对于我右边的这一部分 再调用我的函数自身 它还会有一个返回值 返回来的就是右边的有序的一系列表了吧 然后我对它进行这样的欠套执行吧 合并执行 对吧 那现在回过头来来看一下 还有哪个地方没有返回值呢 想一下 在欠套执行的时候 底下这一个部分一定能够执行得了吗 这一部分是什么时候才能执行到的 是上面两个握着先进行拆往下拆 在那函数体里面再执行函数 函数再执行函数 执行完函数 有一个函数返回的时候 是不是才能往下去执行啊 那也就意味着说 这个函数走到底的时候 应该是走到上面这部分 作为欠套的底吧 对吧 那也就要求我欠套到底的这个return 是不是也得有一个返回值啊 那它返回谁呢 想一下 欠套到底的时候 这个部分的话 n小于等于1 也就是说拿到的这个列表 只有一个元素吧 只有一个元素 我是不是不需要合并 直接把它返回去就可以了 它本身是不是就有序的 那也就意味着 如果小1等1的话 我直接把enlist返回去 是不是就可以了 那关于规定排序 咱们就写完了 写完了之后 但是大家实际上 是不是还不太明白 它的执行过程啊 是吧 还不太明白它的执行过程 那这个过程是什么样的呢 我们先来把它去拿一下 先验证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来说 我们要对这个列表 执行 执行规定排序 more salt 我需要操作的是这个列表吧 但是我们说了 对于规定排序来说 咱们写的这个函数 是不是不能作用到 原有列表本身 而是要拿到一个返回值 这个返回值 才是作为新的游序的吧 所以我这里面需要有一个接收的 salty的的list 排序好之后的 然后来看一下 salty的list 好 那我们直接把这也打印一下 排序好之后 看一下原列表跟新列表之间的 有序状态 看一下 这是第一行打印的是 最一开始的这个列表 然后紧接着在37行 我们是不是执行了 规定排序 规定排序之后 再打印一下原先的列表 发现是不是并没有改变了 对吧 然后这个函数本身有一个返回值 会返回来一个排序好的新列表 看一下排序好的新列表 是不是已经处于有序的状态了 这就是规定排序了 我们先把这暂停一下